之前提到,中慧早在坑海鸡康时就是借杀鸡康向司马昭表忠心,获得法蜀兵权,早存反心,被江维看破后才一起闹事儿,但中慧平属后造反,却也真不是临时起义。 三国志中慧传和汉晋春秋都提到他遇到江维之前就心怀意志了,所以中慧要反识江维去劝佑那段才显得极为精彩。 文君自淮南而来,算无一策,尽道克昌接军之力,今复定属,微得阵势,明高其功,主为其谋,欲以此安归乎。 傅含信不被汉于扰攘,以剑遗于济平,大夫种不从范离于武州,足福建而枉死,逼其暗数于陈灾,厉害使之然也,今君大功继力,大德以助,何不法逃诸公范州绝迹,全功保身,登峨眉之领。 而从赤松游胡,这段话聪明极了,并不只劝中慧反,却先大捧中慧一番,然后提醒他,逆经明高其功,主为其谋,功高震主了。 然后举出韩信和范离的例子,韩信吐死狗烹,范离归眼得全,无形之中告诉中慧,你要么被吐死狗烹,要么就范州归眼,现在我劝你归眼吧。 将为明知道中慧这会儿,四十上下,功名之心方圣,正在志得意满,自我膨胀之时,这时你劝他要么归眼,要么就功高震主,跳出麻烦了,傻子都知道他会选什么,这一把也是推得绝妙。 果然,中慧就真反了,当然反过来想想,中慧当时不反,其实也没几年好日子过了,中慧自己心知肚明。 这就得说到司马家的做派了,当年司马懿正式之变对付曹爽时,是伙同一群曹为元老搭伙,劝少壮派的曹爽早早缴谢。 当日司马懿的手段是不断派尹大木陈泰们去睡降曹爽,让蒋继亲自写书信给曹爽,说司马懿指着落水发誓,绝对只要曹爽的兵权,不要性命。 曹爽可以不信司马懿,但这老几位的话曹爽是信的,尹大木是殿中校尉,天子身边的人,陈泰是陈群的儿子,尚书。 蒋继那是四十年前就跟孙权斗的老人了,当朝太尉,蒋继之前的曹伟太尉是假许啊,司马懿呀,是这种分量的人。 这些人都来给司马懿做宝,曹爽不相信司马懿,但必须相信这老几位吧,毕竟这些老元勋的态度很明白,司马懿只要你的权力,不要你的命,我们来了就是做宝了, 你不听,非要打,就是跟我们打。 对曹爽一个贵公子出身的人物,面对这种打起来未必能赢,放弃了一定能得平安的处境,也会选后者吧。 万万没想到,司马懿出尔反尔,一转身把曹爽杀了,连带和燕们一起杀了。 曹爽是完全想不到,万无一失的担保,也可能失效。 担保的诸位也愣了,你把我们当什么,我们不是盟友吗? 蒋记是被司马懿给弄懵了的,我堂堂太位,跟你老同事了,我豁出老脸给你做宝,你这么对我。 曹爽死后,蒋记拒绝封上,过几个月就气死了。 尹大木后来私下里反司马懿的,甚至企图伙同文青,搞淮南叛乱。 陈泰被调去对抗姜维了,后来也气死了,那是另一件事,正是支变后十一年。 司马昭与贾冲和谋士军杀了曹毛,陈泰先不肯去见司马昭,被逼着去了。 司马昭问他怎么办,陈泰说杀贾冲。 司马昭说可不可以再让步,陈泰说只有更进一步的毫无让步可能,陈泰同年去世。 看尽春秋说陈泰因此事自杀,魏氏春秋说陈泰因此事吐血而死。 司马昭正是支变后,他的两个儿子陆陆续续对付淮南三畔,曾经的盟友,曾经的手下,一个接一个被司马家处理掉了。 后世都说司马昭能忍善断,还懂得装病,然而他成功的关键,其实不在于能忍,不在于善断,更不在于能装病。 而在于能出卖盟友,能连自己人都骗,最后还能出尔反尔,把自己说过的誓言加上盟友的脸皮一起采灭。 就是这么多疑残忍的司马家,在忠惠法蜀时也不太平。 按三国志忠惠传,初文王遇遣惠法蜀,西草蜀少替求建约, 金欠忠惠帅十余万众法蜀,于魏惠单身无重任,不弱使于人行。 所以忠惠与王荣告别后,王荣也说了,道家有言,为而不适,非成功难,保之难也。 成大功不那么难,保全自己比较难,忠惠真正的对手不在前面,而在背后。 这就是给司马家打工的麻烦了,司马昭当日法蜀,大军三路,忠惠,邓爱,诸葛旭。 法蜀到一半,诸葛旭被忠惠弹劾,打入囚车抓回去了。 邓爱刚灭了术汉,功高盖世,封太尉,封二万户,一回头被忠惠搞了个诬陷,立刻就抓起来了。 忠惠也知道,司马家整人落手,才敢对付邓爱。 于是忠惠就反了,当然他也是自作孽,但看看诸葛旭和邓爱的下场,司马家的做派可知。 实际上当时忠惠自己的环境本来就很危险。 禁书寻续传有这么一段,奈忠惠谋反,审问未至,而外人先告之,地带会诉后,未知信也。 续曰,会随守恩,人其性未可许以见得私益,不可不诉为之辈。 地级出镇长安,先是续起伐属,以以卫贯为监君,极数中乱,赖贯以计,惠平,还落,与裴秀,阳姑,共管,机密。 忠惠的外甥寻续跟他关系不好,寻续当时和贾冲,裴秀一起,都是司马昭很信赖的人。 忠惠谋反的传说刚起来,司马昭还没动静呢,背地里坑害他的言论,先到了。 寻续先背刺了舅舅,说忠惠性格不对,要防备他,司马昭这才启程到长安。 此前忠惠西征,就是寻续劝说要用魏贯当监君盯着忠惠,结果也的确是魏贯搞定了邓爱忠惠。 所以咯,司马昭此前就是出卖盟友,废杀天子,内耗连绵不断,忠惠自己耳闻目睹,甚至参与其中。 忠惠发属前后,司马昭身边已经一直有闲烟碎鱼搞忠惠,忠惠出征前都被劝说打仗不难,保全很难, 他一有风吹草动,自己外甥都要背刺自己,将为劝他要么功高震主而死,要么归隐了事。 虽是诱哄,却也是事实,所以将为是个催化剂,推了忠惠一把。 反过来想,如果当时忠惠不反,会是什么下场? 就算忠惠回朝当了司徒,司马昭再过两年就要死了,忠惠四十来岁,正是做大事的好年纪。 司马昭会给司马昭和司马炎留下忠惠这么个功高震主,聪明极变的人物吗? 毕竟忠惠不像杨姑,有杨勋渝这么个司马家大亲戚,他哥哥终于还在他起世前死了,司马家可是除了亲戚,别的都不太信的。 哪怕司马昭的环境下,最后功臣们能选择的也有限吧。 所以后来进明帝听王导说自己司马家起家的历史,害羞到埋脸,说如此我们这国座如何能长久? 任何一个不讲信意随时准备出尔反尔,卖盟友杀功臣的玩意儿可能长久吗? 座尔反尔,卖盟友杨传